這裡我滿同意若涵說 劍川哥的心理素質真的很強 因為通常其實滿多人 過捨之後 你可能翻牌就會說 我過你水 可是他沒有 他剛剛直接蓋下來 他什麼都不講 其實在主賽事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能進到32強的選手 在排技方面都沒問題 我覺得也不用去討論說 誰打什麼是失誤 其實我覺得都只是選擇 能進到32強的 已經是過到已經第四關 甚至已經過小衛星 衛星 資格 主賽事第一輪 已經到第五關了 其實要選手失誤很難 能不能處理得更細膩一點 更細膩一點 包括剛剛建川哥過水那個147條 其實天天也說到重點 他剛剛是過一條 他如果聽14條他會過 他不會過 所以要怪只能怪147 太迷人了 跟倫哥一樣迷人 跟寶寶吧 我還迷人 跟你一樣迷人 小孩都兩個了 有小孩那人最迷人不知道 這裡紫棋感覺要來碰碰壺的 真的直接毫不猶豫打三餅 我們跟觀眾還有寶寶我們討論紫棋的手牌 他這個碰碰壺的會不會太過於絕對 有一點太早下決定 對 他是不是可以 他要做碰碰壺沒有問題 那是不是應該先打發財 對 如果二五筒 對 他如果二五筒摸進來 他能聽牌 他要不聽嗎 但他可能也想著 就是我要往這個方向 太絕對 三餅我要先衝之類 他四萬來了 連摸兩張 建川哥連摸兩張四萬 讓子棋聽牌 四筒九萬 這九萬很漂亮 八萬已經斷死了 八萬已經四張都出來了 海底不見九萬 九萬也沒有人拿 對啊 九萬兩張 四餅沒有了 四餅沒了 對 在堂堂這裡 那目前燒餅 燒餅連莊手牌還試盡聽 應該沒有玩家會玩了啦 躺躺也還很遠 這邊一看牌面 川哥一盡聽啦 川哥可能他還會玩啦 燒餅可能就會偏保守一點 摸到一坎 四餅九萬 哇 這個摸起來很厲害耶 對 幫忙的來了喔 還選擇碰了 幫忙的 唉唷 五萬再碰一個 往那燒餅這邊 會不會也是碰碰壺 二餅 燒餅就是邊走邊看 對 五條 六 六 九萬來他還是會吃 對 也是可以聽 九萬 九萬 哇 你看他 他有個 哇 退三萬 你看看這個操作 哇 你們看看這個操作真的是 扎實 扎實 真的扎實 手比目前 還沒聽耶 一斤聽 紫棋這裡的 九萬勝利 絕張 等一下 自摸碰碰壺紫棋 哇 等一下 但我真的要說一下 建川哥這個退了三萬 真的很厲害 真的 但是紫棋又是絕張的九萬 然後來自摸碰碰壺耶 我的天啊 這一把牌 這一把牌 其實 建川哥的操作 像寶寶講的 真的是很扎實 對 但是我們回到 蛋糕哥跟喬治哥說的 你是不是該放的時候 你就要放 他這樣子 該放沒有放讓紫棋走遠 紫棋摸這一把起來 真的算走遠 六萬四千分了 這個牌喔 其實紫棋的碰碰壺 一開始做得很絕對 對 他一開始在有發財 估髒的時候 很篤定了 三四四餅 選擇先打三餅 你們也恭喜紫棋 自摸碰碰壺 那川哥這一把九萬 也守得很扎實 哇 今天紫棋都在摸絕張耶 他已經 今天是第二次的 九萬絕張自摸了 九萬二塊 李葱 你 ink 谢谢大家